县长徐正伟重视地方道路建设安全和便利性 特别视察了华林县同门村 前往牧谷牧鱼方向的道路工程 县长也听取了施工单位的报告 以及在地乡亲的需求 他也叮嘱业务单位务必要严谨地来执行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华林县常年受到复合型灾难的威胁 台风及大雨的侵袭 导致华林县同门村通往牧谷牧鱼的道路边坡坍塌 造成道路中断以及隧道洞口坍塌 经过县府多次抢通 燃有大量土石因为丰沛的雨量 产生土石崩塌以及土石流 新来徐正伟上任之后积极办理附建工程计划 而四周的范围全长324公尺 面积9845平方公尺 工程设计更多的2022年 国家主要建设奖最佳规划设计类优质奖 建设书表示 附建工程主要是以挡土设施重建以及补墙 边坡整治提升基础的道路安全性 并且建立完整性的排水系统 将地表浸流的有效的引导分流到下游安全的地区 避免因为浸流集中造成道路以及边坡充实 降低坡地灾害的发生提升坡面稳定性以及耐久性 建设许中表示木工铭为修林乡同盟村 除了有丰富的云住民传统文化 木工铭翠绿色的溪水 伴随着翡翠谷的原始山林美景 更是让此地有助的小天翔的美春 村民只能够仰赖西床变道冒险进出 但好消息的是 相关另外大陆的附近工程 已经在年前开工 并将于今年5月31号完工 预期本路到完成之后 将大幅改善当地观光环境品质 接着小鸣球箱报道